好,现在先跟大家分享这个第一个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蓝雀部队 我想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曾经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政策 我曾经跟我们这个国军喊话 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近有一个政策 我觉得还不错 那叫什么?直遭军官入伍 那直遭军官入伍 这个对于台湾来讲不是什么重点 也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台湾本来就有了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以前大学毕业签下去 担任这个不管是直遭军官 或者是专业军官班 或者是以前的官域 就是预备军官班 这个就等于是中国大陆的直遭军官入伍 那直遭军官入伍的部分 中国大陆终于在去年的三四月 就开始实施了 那跟我们比起来差很多啦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几年就已经有这个官域了 就是大概45期 44期 43期 那个时候就有官域了 只是说 那个时候的官域是专科以上 就可以这个担任军官 那现在的话就是学士毕业 你有学士学历才可以担任这个专业军官班 那去年度呢 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们的执照军官入伍就已经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哪一点 他们的执照军官入伍你是可以选择单位的 这很重要哦 为什么说重要 今天我们先把那些需要优异人员的单位 先把它找出来 今天不管是像台湾 对不对 可能是中科院 可能是哪里 可能是那种优异的单位 那这些优异的单位 在台湾的人员签下去 不一定是优秀的人去 对不对 不一定是优秀的 可能你不小心签了 我这一梯刚好 我这一梯刚好全部都是专科生签下去 结果刚好里面有一个却是中科院 我就去中科院 可是我也很烂 我去中科院了 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去年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针对执照军官录 可以自选单位 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好 你要选单位可以 你可以去做筛检 例如今天台大电机系的 他也签了我们的这个专业军官班 那其他都是冯甲啦 东海啦的电机系 那请问 今年如果中科院有一个职缺 我们也跟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样 针对执照军官录 可以自选单位 请问你是最后的审查的人员 你要让台大的进中科院还是让冯甲的进中科院 很简单的道理 当然是选台大啊 这不是白痴吗 这不是白痴问题吗 可是我们现在的国军是这样吗 不是哦 我们现在的国军不是这样哦 我们现在的国军是这一梯次的人员统一来实施智力测验 来实施这个体能测验 来实施性向测验 之后依据他的这个智力测验的成绩开始排列他所需要的这个地区 例如今年第二梯的这个专业军官班的人员总共说30个10个北部10个中部10个南部 就从智力测验最高的那一个开始浅填他的地区 然后依序分发下来 那选择地区之后再用他的成绩开始分发其他单位下去做这个单位的分发 所以啊 所以你觉得这样真正需要优异人员的单位真的可以得到优异人员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所以我去年就曾经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执召军官入伍 我觉得很不错 我觉得很不错 红甲毕业 没有啦 我只是举一个落差而已啦 对啊 这等于你是台湾师范大学毕业体育系的跟文化大学体育系的 你现在一个国中要稍收一个老师 你觉得你要选师大的还是选文化的 我只是稍微有一个落差 让大家比较好比较啦 那我今天如果突然说 这个冯甲大学跟德林技术学院 那不用讲啊 我当然选冯甲大学啊 对不对 我是以按照学校学系大概做一个区分的 没有故意说冯甲很烂 冯甲的电机系很强啊 对不对 冯甲的工程类组都很强啊 都比一些 说不定冯甲的电机系都还比一些 这个中心大学的化学系还要好啊 这个不太丢 我只是大概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可以瞬间区分开来说 这个学校比较好一点 这个学校比较差一点点 只是大概并没有说什么冯甲很烂 冯甲很多工程类组的都不错啊 我们的这个南投县县长也是冯甲毕业的嘛 冯甲研究所毕业的 没有什么说好不好啦 我自己虽然是读国立大学的硕士班或博士 但是我的国立大学也没有很好啊 在别人眼中体育大学好像晒了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是读很好的学校啊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很认真的呢 我应该是读师范大学体育系才对 好所以呢 就是举一个例子 没有故意要说冯甲大学很差啦 冯甲大学的理工科也是很强的 尤其是工科啦 没有特别要说冯甲大学什么 好 那去年的这个执招军官录了 我就已经觉得解放军的这个做法非常的好 你要让那些爽单位吸收到很好的元 不要说爽单位 你要让那些专业的单位 吸收到很好的人员 你觉得要用这个方法 我请问你 你今天是一个台大毕业的理工科的学生 那你的成绩没有很好 你的学系也不是很好 你说你有没有机会 如果真的可以当军人 可以直接让你选单位 你会不会去当军人 好 不要说台大 我们今天举一个中间的国立大学 例如中兴大学 你今天是中兴大学 没错 你是个国立学校 那请问中兴大学出去能干嘛 对不对 你真的可以领一个月五万块吗 我们现在稍微出任官一个月是五万块 可以吗 对不对 那你说你一直要仗着你是国立大学 就是要出去拼 你真的有办法拼到跟台大一起吗 有点困难 但是你进去军中你可以去中科院你要不要去 对啊你今天签下去 你就可以去中科院你要不要去 这就有一点两难的哦 这就有可能怎么样 你这国军的一些重要单位 有可能可以吸收到非常优异的人才 因为他可以选单位 他没有后顾之忧啊 但是现在台湾 他一个国立大学 他不想签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我签下去又没有比较爽 我签下去又不可以去上下班单位 那请问我干嘛要签下去 忙忙的未来我没办法掌握 我为什么要签下去 他就不要签了 他就宁愿在外面苦苦的过啊 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但是如果今天就像我刚才讲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执照军官入伍 他可以让你自选单位 然后由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审查单位 审查到底谁中了哪一个缺 这样你会不会签下去 你搞不好就会签下去了 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讲 最近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蓝阙部队 这个是个什么部队 蓝阙部队就是我们的军事院校 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蓝阙部队 最近有一项政策 一样往邀朔博士以上优秀的人员 加入蓝阙部队的行列 然后呢担任什么 担任大专院校的 军事大专院校的 那个讲师以上的职务 不管是讲师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然后呢 他想要用这一个优惠的措施 来吸收非常优异的 不管是国内的博士班 或者是国外归来的博士班的 那些优秀人员 进入军事院校任教 进入军事院校任教 进入军事学校任教 你觉得这有没有市场 你觉得有没有市场 当然有啊 那你觉得 怎么不可以吸收招优秀的人才 绝对可以嘛 绝对可以嘛 那台湾的军事院校 用的人大部分是什么 用的人大部分都还是 我们军事院校 硕博士班毕业回任的人员 我不是说我们自己 军事院校硕博士班的人不优秀 那当然啦 军事院校里面还是有一些职缺呢 是由我们学校向外招聘的一些 校外的人员 校外的人员 所以呢 你觉得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一次蓝却部队 有没有可能遭受到 很好很好 国外反国的优秀人才到军事院校里面去任教 我觉得绝对可以 今天我是一个博士生 你觉得我会去当军人吗 我神经病啊 我跟你去当军人 我都已经读到博士 我还跟你当军人 但是如果今天跟你讲说 我们国军招收博士以上的人员 然后呢 可以到军事院校直接当这个副教授 让你用副教授任用 你会不会想要去 我当然想要去啊 这不是废话吗 我不用跟一般这个大学毕业生一起下部队 去333师333履历练 我可以直接去大专院校 去担任助教或者是讲师或者是副教授 为什么不去当然去啊 这不是废话 所以今天前几天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刚释出了一段影片 就是我们的蓝却部队 在招收优异的这个博士以上级的人员 到军事院校去担任教授的工作 这绝对又可以让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吸收到非常好的师职 所以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在台湾实现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台湾呢 要嘛你就占那些非军职教师的 不管是教授或副教授的权 军职教师他大部分呢 全部都是开放给我们自己的军事院校 博士班毕业的人员 回去学校担任教授的工作 你就这么狭隘 你就这么狭隘 你看一下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抛开那种军事院校一贯的传统 我拉一个外面毕业的人直接变成军人 让他变成这个我的军职教师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当然可以啊 可是我们目前这个中华民国国军有没有这种愿景 有没有这种想法 没有 就等于我刚才一开始先讲到的执招军官录武 如果你能让他们选自己想要的单位 我跟你讲 一堆人要进来了 一堆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要进来 那为什么他们不进来 又不能选单位 我还要去山旅跟他们一起拍影片吗 是不是 他不愿意进来 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释出的这一个蓝雀部队影片 我想对以后我们不是我们 他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院校的师资 绝对可以充实的非常的圆满 师资阵容会越来越来的优秀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说对岸的解放军的一些措施 我们一定是没有办法去使用 我是觉得只要是有优点的地方 我们都应该要应该要去取经 应该要截取他的优点 然后来补足国军的国军的不足 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国军 对我们国军自己有很大强大的智库 很多的人员一直在实施研究 但是总是有那个盲点 你一看到人家解放军 就是解放军的不能用 你确定不能用 我觉得他这个方法很好 你可以吸收到更优异的人才 除非你国军就是反正我也没差 那烂大学的私立大学 进来当军官就好 没关系 不能说这个私立大学怎么样 在一般人眼中 国立大学跟私立大学还是有个分界 那你看一下 我们国军里面 专业军官班的人员 你觉得私立大学的成分高不高 非常的高 你看一下我们ROTC 我们看一下我们ROTC建教的那几个学校 哪一个不是私立学校 有国立学校吗 有吗 我不知道 南亚嘛 还有什么 全部都是私立学校啦 哪有什么国立学校 是不是 那你如果是国军专业军官班 我们不要说军事院校的老师 我们以专业军官班来讲 你要招收到国立学校毕业的方式是什么 你有想过办法吗 我请问你啦 为什么我们国军的专业军官班 一定要私立学校的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全部都找国立学校的 为什么要私立学校的 对不对 你就这么犯贱 你就只能选那些私立学校的人当职业军的 你就不能选国立学校吗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有的时候 小小的一个更动 你就可以招收到非常优异的人才 就像我们国军 你不是很多中央单位 如果你中央单位开的那些军官缺 全部都可以让人家自选单位 我跟你讲 你可以吸收到非常好的人才 你说一年里面有没有50个人的国立学校的大学毕业生想要投入国军行列 又让他们可以选单位 他们百分之百进来 那你就把这些人分配到他们所想要去的单位又如何 没有不如何啊 很简单啊 你只是帮他们挑个单位 你只让他们自己选单位去自己的单位而已啊 有差吗 没差 但是你却吸收到50个国立大学毕业的人才 50个很多呢 那其他烂的不是其他烂的 其他成绩比较不好的 就去一样去333旅嘛 有什么关系 他们原本就应该去333旅啊 就去333旅啊 谁叫他们成绩比较不好 但是哦 你却吸收到了50个非常优秀的国立大学的人员 到你的中央单位去了 但是国军现在就没有这样啊 他就是全部一锅炒 然后就直接去分发到各部队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建议啦 建议国军就是 针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不管是直烧军官入 或者是最近的这个蓝雀部队 还是希望国军能想一下 到底可不可以让这些志愿意 不要说志愿意 我们先以军官为主 这个专业军官班 或者是这个ROTC可以直接选单位 应该是要以专业军官班为主啦 因为ROTC他们还有很久才毕业嘛 我们先专业军官班 这一个部分来努力 让他们直接选单位好不好 直接把这个讯息 把他跟全国的人民讲 我跟你讲 你一年要多50个国立大学的人员 进入到中央单位 绝对没有问题 我希望国军呢 还是要好好地去审视一下 你不要说中国人民解放军 那什么东西啊 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做的一样 可是人家做的就是比你好啊 人家就是吸收到很多优秀的人员啊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我还是希望再借由这一次燃缺部队 跟之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职召军官入伍 可以选单位的这一个途径呢 我再次跟我们国军喊话 希望我们国军针对于专业军官班的部分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录取方式 你绝对可以吸收到更多优异的 国立大学毕业生的人才 这个是第一点要跟国军喊话的 华应龙你好 呵呵你好 南祥文你好 Frank你好 大家晚上好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